就连创业也是处处碰壁 设计个logo不就两个字吗 怎么会值300欧呢 听着饭店经理无情的拒绝 费劲解释了半天的黎雅夫妇 只得转身离开 对现在不知道他这个饭店经理是华人还是老外啊 反正你要语言不好啊 或者你出来乍到啊 如果你碰壁啊 这个也很正常 反正因为你即便都是华人 人家有老华人也干这生意的 你是新来的 对吧 这存在竞争或者你价格偏高 种种原因吧 从前在上海 丽雅的丈夫有着自己的广告公司 说到广告公司 或者广告啊 设计logo啊 或者给人打印点什么东西啊 就这种打印社呀 腾印社呀 广告社呀 前几年六七年前我还在这边 有一个北京的一对夫妇吧 好像那个岁数跟我们差不多 那个胖胖乎乎的 这两口子原来都在宾馆饭店上班 后来他们开了这么一个 给人打印东西 对还有洗照片 就干这个也挣了钱了 也挣不少钱 也来我们这了 然后那个有一次在地铁里边 这两口子听到了有一个中国人 就在我们这巴塞隆大地铁里 在那个用湖气啊 还是二湖啊 还是什么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一个中国的好像是二湖啊 你在弹奏 在在那不叫弹奏 在拉拉啊 反正是这中国的歌曲啊 还是什么啊 那个姐妹说了 说我的眼泪哗就流下来了啊 我倒是也从那个地铁 那个通道走过几回 就是也听过他弹奏啊 或者怎么样 或者唱歌 我没有那个感觉 我当然是亲切 亲切是肯定的 熟悉的语言 但是说眼泪哗就流下来了 我不至于不至于 是吧 有着自己的广告公司 有大把的平面设计 摄影摄像的单子 主动找上门 那也是前几年 现在的上海的经济一落千丈 流动人口都走了 谁还老去光顾你的买卖呀 没有流动人口 这个城市的经济就没有活力 本地人很多都是退休的 老头老太太 退休人员 对吧 本地人有的并不那么富裕 知道吗 本地人有的是有固定工作的 在机关呀 事业单位呀 这个工厂啊 这个这个医院呀 学校啊 也有很多的就是社会边缘人 就是没有什么工作的 吃低饱的 或者岁数大了 身体有残疾的 或者说是有各种病的 那这种人也很多的 是吧 当年轻人 他不来的时候 大量的年轻的外来人口涌入 这个城市才有活力 你看西班牙为什么 是吧 吸引这么多外来人口啊 你可以投资移民呀 你可以非盈利呀 你可以留学呀 你可以婚姻呀 甚至还有一些是 跳机 偷渡来的 慢慢慢慢都跟着落地生根了 西班牙至少有 一百七十多个国家的移民 我说的巴塞罗纳 是吧 那么利亚 在一个品牌公司的市场部门任职 作为聪明又外向的上海小嫩 是小嫩吗 念嫩吗 一个门 一个口里边 一个女 是念嫩吗 是不是就是小妞的意思啊 是吧 就是妮 河南叫妮 闺女 够 英语叫够 是吧 在圈里也颇吃得开 在中国人讲圈子 讲圈子啊 我们有我们的圈子 出国前 夫妇二人的想象很美好 凭着头脑和努力 总能立足 但收入归零的现实 击碎了他们的一切幻想 对 最近我听一个在瓦伦西亚的北京人说 他说那个 他说怎么说 他说2023年 就是去年 中国这个三年疫情的风控 不是突然放开了吗 有一部分人 啊 就是中国人回中国了 觉得总算是放开了 中国的经济要腾飞了 这个叫什么 报复性的增长 当然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是吧 这个这个经济没有增长 反而是吧 更多的倒闭 更多的失业 各行各也更不好做 对吧 丽雅决定放下身段 他看到有华商 开的大型的 饰品店 仓库区 招管理员 管理员 那就是保管员 仓库保管员 虽然早就听说这份工作 一周工作六天 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 丽雅还是打了电话 电话那头的老板问他 小妹 你是哪里人哟 我们要看看是不是同乡 好照顾一点哟 听到他是上海人之后 对方的语调 瞬间变得微妙起来 哦 散海你 散海你 上海人呀 好像吃不起苦的哟 气得他当场挂断电话 你们这些敏商 折商 在这里抱团 不带外人玩的 就是这个浙江人 福建人 你们只照顾老乡 你们不带我们玩 但是浙江人 福建人又比较多 做买卖的人也多 是吧 所以形成了一定的势力范围 不过说到这 你看 他气得挂断电话 他把电话都挂了 或者摔了 是吧 那上海 大上海的大小姐 有脾气呀 不过说实话 我在北京的时候啊 也有这问题 啊 也有这问题 我那会儿招司机 招装卸工啊 就是因为我是做粮油批发嘛 就有一个北京 北三环 太阳工的 朝阳区太阳工的 来我这应聘 我在东城嘛 哎 我就不敢用他 因为他每天要回家 啊 我这呢 用的是外地人 他说是 我这说是管吃管住 但是我夜里边有活 也可以叫他们 一叫就起来 他没有什么讨价还价了 咱说实话 是吧 另外我用了几个北京人 也是北京远郊的 有一个小鹿 姓鹿 他是那个通州 那会儿还叫通县 叫密子店 密子店是通州的最东边 跟天津搭界了 啊 我还去过他们家 有一天晚上 那会儿我儿子一两岁吧 二十多年前 抱着我儿子 开着车 还去过他们家 啊 他有个姐姐 还有他妈啊 然后还用了一个老梦 老梦是密云人 密云那叫冯家豫 穆家豫 就是密云水库 库北的 那小村里的啊 好像是冯家豫的啊 然后有穆家豫 还有什么什么河南寨 还有什么啊 反正就就那边啊 老梦呢 是水库移民 因为水库 后来不是周围住了 好多村民吗 说你们老排屋啊 生活废水啊 不干净 就给他们签了 他也搬到通州去了 搬到通州是离园 是哪啊 好像是县城南边 一个地儿啊 所以城里的是不敢用 上海人也是 他觉得你娇气 而且你事多 是吧 其实上海人也抱团啊 你像我们巴塞罗那 也有一波上海人啊 人家一见面 就说叽里呱啦 说上海话 是吧 我们这个北京人 也跟他们也融不进去啊 是吧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是吧 老乡之间好沟通啊 对吧 不过说到我们巴塞罗那 这是仓库区 像巴达罗那什么的 这边这帮浙江人 他们很齐心的 这个有那个摩洛哥人 北非来的 连偷带抢带骗 反正手脚不干净 有一次 好像他们逮住一个小偷 啊 好像是骚扰 还要打人啊 还是怎么着 就是摩洛哥的 后来他们报警了 警察说这我管不了 但是 那个警察暗示给这帮浙江人 说你们要打他呀 你们给他弄屋里 别让我看见 结果 这些浙江人给那个孙子 给那个摩洛哥人 给拽到屋里 他们不是仓库区吗 有那大库房 把那门拉下来 然后给给揍得够呛啊 还有一次我听说 在那个丰斗 就是那个圣科罗马 那个地儿叫丰斗 那也住着好多华人 好像说是有一个女孩 被轮奸了 还是被杀了 好像是 好像是啊 被的被性侵了 好像 然后 后来好像报警 警察也不管 反正还是说 还是被偷了 我忘了那件事了 那前几年 我还记得比较清楚 那都比较时间长了 后来这个 听说是有一个浙江的老板 有钱 然后咽不下这口气 啊 得为他的老乡出头 后来 说把那摩洛哥人派人跟踪他 好像给那孙子 是打死了 还是打的重伤 反正给惩罚了一下了 还有一次 也是摩洛哥人 在风斗那地方 就是 好像中国人 刚从那个银行出来 取了点现金 他就上来勒脖子 来抢 啊 这个我做过系列节目 叫做西方国家 华人防盗防抢防骗 做了七八七节目 啊 这个这些节目都是来自于在巴塞罗那 啊 如何防范 啊 别让人跟踪啊 那个走路要左顾右盼 往回头看呀 是吧 有很多的规则 啊 你上电梯 如果对方是个男的 绑大腰圆 你最好别跟他在同一个电梯里呀 是吧 你包括你六弯 你走路 你每天最好别走同一个路线呀 是吧 反正有好多的 哎 你要防范 你别粗心大意 小心使得万年传 哎 我这个人特别谨慎 所以我还做了好多节目 分享给大家 那都是三年前了 如果搜还应该有啊 所以那个 有一次我就说那个在那个风斗啊 那个人取了钱 被勒脖子 啊 然后 后来人家浙江人抱团啊 可能通过微信怎么样 哗 来了上百人 哈哈 嗯 更痛苦的是 每次回国和朋友们聚餐聊天的时候 你呀都会深深的怀疑 自己移民的决定是不是做错了 你看我最讨厌这种人 就是患得患失 啊 又想吃 又怕烫 又当又立 又想当婊子 又要立牌坊 哪有十全十美 两全其美的事啊 干这没有两头田呀 你对吧 你即便是上海 上海的雾霾严重不严重啊 上海吃的东西就干净吗 对吧 另外中国人特别喜欢攀比 这种攀比就特别视力眼 特别的孙子 特别不地道 你干嘛要跟别人比 你自己做决定 哎 你享受西班牙的好处 蓝天白云 海浪 沙滩 仙人掌 对吧 地中海的气候 地中海的饮食 对吧 那你还要 又想要上海的风光 赚钱 升职 啊 还要天天说上海话 然后跟爹妈在一起 是吧 你看曾经市场部的同事 踩上了直播电商的风口 年入百万 你光看见贼吃肉了 你没看见贼挨打 你看见他年入百万 还有的人被警察抓起来呢 对吧 很多北方城市的 北方省份的公安 常年就住在浙江义屋 办案 专案组 看你稍微这个付款 买呀什么的 有点毛病 就抓起来 直接让你掏几百万 说白了 你拿你当肉票 绑票 乐熟 啊 说也有老同学 在体制内 工作稳定 升职 加薪 日子平淡而幸福 他给你表现出来的 当然是不是很好 他其实嫉妒你 嫉妒羡慕慕 嫉妒恨 他看你出国了 他当然要在你面前表现的他过得很好 对吧 他被潜规则 他在领导面前跟三孙子似的 他跟你说吗 他当然不说 都是说他那个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对吧 驴粪袋 两面光 关羽 他老跟你说过五关 斩六将 他走卖城 他跟你说吗 对吧 看着朋友们分享着自己的生活 有时他也会幻想 当时要是留在上海的话 会是什么样 这个人生 怎么会有 如果呢 怎么会一个人享受两种生活呢 是吧 你选择了一种 人生不断的有岔路口 是吧 不管是三岔两岔 对吧 你选择了一样 你就坚定的走下去 对吧 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 你哪能全站上 听这话就是很他妈变态 对吧 有时啊 应该会有一份能实现价值的工作 我们两个人会努力赚钱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呢 在上海的资产都给孩子留着 等他长大再送他出国留学 啊 我们不应该到西班牙来 我们留在上海 他的孩子是个女儿 但现在 他已经错过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对呀 你还玩了五年呢 对吧 你在西班牙你不上班 对吧 你在你在上海那个工作 那个那个 那个劳累程度 那个紧张程度 那个节奏 那个效率 也许你还猝死了呢 你还嗝了呢 你还over了呢 对吧 说职业生涯不进反退 这不存在什么退不退 说资产也在不停的缩水 缩点缩点呗 是吧 钱财身外之物啊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 对吧 朋友们安慰他 说你出国是为了女儿的教育 至少现在孩子特别快乐 说明你的心血没有白费 对呀 丽亚只能苦笑 把西班牙的教育当做笑话 讲 说有位朋友的女儿 在西班牙是学霸 后来又去美国读书 数学被判定为零基础 要从头学起 朋友的鼻子都差点起歪了 啊 那你就 是吧 上名校 那你就 是吧 这还有边吗 你去斯坦福 你去这个这个伯克利 你去哈佛 是吧 你去普林斯顿 是吧 你去呗 是吧 那还有边吗 你就比呗 丽亚的女儿上的是国际学校 教育质量也一言难尽 女儿今年已经是初三的毕业班了 化学老师在课堂上放了整整一学期的电影 数学老师给一个案例 让抄写 女儿没看懂 想问老师 老师回应说 这你都不会 自己去想 你要学会自学 除了快乐 丽亚不敢再对西班牙的教育 抱有什么期望 按照一比七点多的汇率 高的时候都差不多八了 花的钱 却得不到同等的价值 那这个东西 反正我认为 你像我们家 我儿子就上的私立学校 他就很快乐呀 他交了很多朋友啊 当然他在国内 在北京也是市重点中学的 我说过呀 我儿子是五千人考那个学校 我儿子是五千人的第四名 对吧 后来录取了一千人 中国人总是比 后来我儿子成绩下降了 后来考试什么27名 多少多少名 慢慢慢慢退步 无所谓呀 他快乐呀 他交了朋友 他的身体强健了 那会我让他去健身房 我说锻炼身体 你身体要累弱 就容易被人家欺负 就容易打你 你身体一定要壮 所以我儿子上初中 就到学校附近的健身房 去健身呀 对吧 就得练呀 绑大腰圆呀 对吧 然后 你是吧 你还学了很多别的东西呢 是吧 然后你要跟当地人多聊啊 跟那些好孩子多接触啊 交朋友啊 对吧 现在啊 说这个两口子 每天都掰着手指头过日子 就上海人也很会算 算得特细 知道吗 当然也不仅仅上海人啊 有很多人念叨着说 等孩子长大了 他就跟先生回到上海生活 但看着流利的讲着西语 和西班牙朋友们玩闹在一起的女儿 作为母亲的他心里五味杂陈 这个什么五味杂陈的呢 你儿子啊 你女儿在当地 交了当地朋友 跟他们 是吧 这不是很好吗 就像我们 其实他没想明白 像我们家在这个离开北京之前 像我跟我儿子 我们就说了 我已经定位 定的很清楚 我跟儿子说 我说 我跟你妈 我们就叫浅度融入 而你要深度融入 对吧 因为我们已经四十多岁嘛 对吧 我们学语言啊 学很多东西肯定要要差一点 对吧 你年轻啊 你十几岁啊 对不对啊 所以他说 我以后当然要待在西班牙 我所有的朋友都在这里啊 他女儿说 对啊 他女儿小时候就来了吗 这就落地生根了 而不是什么夜落归根呀 什么中国人总是有个祖坟 你得埋在祖坟里啊 有你的位置 得排着啊 扯淡 丽雅明白 在做出移民的决定的那一刻 就已经埋下了一颗名叫分离的种子 对啊 那你跟你妈 你爸 那是吧 当然离得远 那世界上的事哪有百分之百的 对吧 前一段 我看到一个视频 也是一个女的 也是上海的 他在他在瑞典 瑞典 他也是觉得瑞典人冷漠 他们家住在一个单独的大房子里边 没有院墙 就是房子外边有那个草坪 然后周围都是那种独栋房子 他跟他老公也生了个女儿啊 他也觉得北欧冷 人们冷漠 物价高 然后他喜欢南欧 南欧呢 到了意大利 好像又被人偷东西 他有一点不满意了 但是他也知道南欧气候好 物价便宜啊 然后还说啊 张嘴闭嘴 就是祖国祖国 等我孩子大了 他那女儿还小 好像才上小学吧 他说等我孩子大了 我就回到祖国 回到上海 其实好多娶中国女人的白男 白白人男性 有好多脑袋瓜子 我觉得都不够用的 傻乎乎的 前一段有一个女的 山东口音 那个也是有孩子了 就是嫁了一个比利时人 哎呦 就也是做做视频 在国内就是赚那种粉丝 赚那种小粉红的钱 啊 赚流量 完了说 哎呀 他是从比利时到法国来旅游吧 看到街上有一个中国银行 Bank of China 哎呀 中国银行啊 我们国家伟大呀 我们国家强盛啊 我热泪盈矿啊 中国强大 是吧 哎呦 我们是大国呀 我看他那老公也 说难听点傻逼呵呵的 是吧 有好多老外呀 现在也觉得中国牛 你看中国 他们也是受媒体影响 你看这个这个东方明珠塔 是吧 你看看这个中国尊 你看看小蛮腰 啊 你看中国的高铁 飞机场 是吧 那中国给一个说一句真话 就抓起来的人 是吧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拆房 对吧 各种的污染 老外不明白